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样摘献献献给玛丽和保罗摘献献的孩子知怎样摘献献 从前有个男孩非常喜欢献献 呀好小男孩在星空下望着满天的献献 他好想拥有一颗呀 每天晚上男孩都会透过窗户看星星 希望能有一颗自己的星星 呀宝贝们你们也想拥有吗 他梦想着和这颗星星成为好朋友 他们可以一起捉迷藏 一起散步 走长长的路 哎 小男孩想要一个星星朋友陪伴他 于是男孩决定去抓一颗星星 他想一定要很早很早的时候就起床出发 因为那时候的星星在天上挂了一页 应该很累了 于是第二天日出 他就出发了 可他连一颗星星也没有看到 他坐下来等星星出现 那宝贝们你们平时是在什么时候看到星星的呀 他等啊等啊吃过了午饭 呀小男孩看来是在外面守了一天哦 他在等 吃完晚饭 他还在等 哇小男孩 执着的等了一天哎 终于 就在太阳落下去之前 他 看到了一颗星星 哇 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星 挂在天上 男孩跳起来 想去抓星星 可是 他没办法跳那么高 于是 他找到了一颗最高的树 非常小心的爬到树顶 可是 星星还是太远了 够不着 好 那宝贝们 你们说说看 要多高才可以摘到星星呢 他想 他也许可以用爸爸船上的救生圈 把星星套下来 可是 救生圈太重了 他拿不动 哎 用救生圈 把星星套下来 这可真是一个滑稽的办法呀 他想 他想 他可以坐宇宙飞船 去抓星星 可是 上周二 他去月球的时候 已经 用光了飞船的汽油 哎 不小心把汽油用光了 那 可能上不了天咯 也许 他可以让海鸥 把他带到天上 这样 他就可以 够到星星啦 可他 找到的 唯一一只海鸥 却 不太愿意帮忙 海鸥这么小 怎么可能拖着我们的小男孩上天呢 那 小男孩 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男孩心想 他 永远都抓不到星星了 就在这时 他发现 水面上 飘着一样东西 一颗 他见过的 最美的星星 一颗 星宝宝 他一定是 从天上 掉下来的 哇 河里有一颗星星 那 小男孩 能抓住他吗 他试着 用双手 把星星捞上来 可是 他 他 他 看不到 这时他想 星星 可能会被冲到岸上来 于是 他顺着 站桥 朝岸边 跑去 呀 会不会 在岸边 遇到 被冲上岸的星星呢 他 他就这样 边走 边等 边 看 边 等 哇 好大的 沙滩 星星 到底会不会被冲上岸呢 果然 星星 被冲到了 亮闪闪 金灿灿的 海滩上 哇 小男孩 发现了一颗星星 一颗 金灿灿的 男孩 摘到了 星星 一颗 他自己的 星星 那 宝贝们 你们说说看 这颗星星 到底 是不是 从天上 掉下来的 那颗呢 好的 今天的故事 讲完了 有朋友的陪伴 是每个孩子的愿望 摘星星的过程 很美妙 快去海边 找一颗 自己的星星吧 与它 彼此陪伴 一起窝在沙发 看书吧 小西红 我们待会儿 看看 我们待会儿